下面我就给讲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怎么去实现它 假设我现在到今天 我有三个观察点 然后呢我就想 观察的点呢 我来看看这个 我的这个 动力系统的θ t 它是怎么样运作的 对吧 然后呢我要把这个动力系统 通过我观察的值 y1到t0i 这是我到今天为止 观察到的感染人数的 数据 和到观察到今天里边 这个离开这个传染系统人的比例 然后我来学习我的这个动力系统 这个学完了以后呢 我就把它外推 比如说往前推100天 这100天里边呢 我既可以推出 这个动力系统在未来的一些 这种它的可能的轨迹 同时呢我也可以推出 未来的我可能观察到一些 感染的人的比例 或者离开感染系统人的比例 OK 这就是我想做的 怎么实现它呢 就是通过我们MCM算法来实现 当然你也可以 把它的一个均值 和它的一个中微数的一个曲线 画出来 通过这个 这个都是通过20万的 20万的不同的这个轨道 OK 把它通过一些统计的加工来算出来的 OK 这就是整个的 就是说我们既可以就是得到 它的动力系统的 它的动力系统的参数 同时也可以外推去 得到一些将来的 我们想看到的一些东西 OK 然后下面呢 我们就想通过这样 得到的一个外推的一个 比如说一个平均的 这个动力系统的一个特征 我们想来知道它的一些拐点 因为大家现在都比较关心拐点 对吧 那么这个拐点我们怎么来算呢 就是说我们想第一个事情想算的呢 就是说是我们的这个 就是这个动力系统的二届导数等于 也就是说在什么时间呢 这个动力系统失去了动力 也就是说突然就是说我们一个行驶的汽车吧 它的那个叫什么呢 它的这个发动机关掉了 解决这什么时候 在这个就将来的某一个时间 这个动力系统 它的动力变成了你 就没有没有 没有加速度了 就是它的那个突然把 它的汽车的阴景关掉了 就这个是什么时间 这是我们关心的第一个 改变动力系统的一个重要的拐点 当然你这个肉眼是很难直接看到的 但是它在这个传染病的这个 这个动力系统里边 我们就讲这个zero acceleration 就是零的加速度的这么一个点 是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传染的 发动机的动力关掉了 这是第一个我们想关心 如果我们要真正去看数据呢 就是说看看我们每天增长的 那个感染人的数量 比去过去的感染人的数量 是不是变少了 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拐点 我们需要知道 那么从我们这个得到的这个 估计出来的这个感染的 这个发病率 感染就是发病率的这个 preference的这个曲线来说的话 实际上就是这个 preference曲线达到最高的这么一点 这就是我们第一个拐点想知道的 第二个拐点就是说 什么时候它的传染的 就是感染的速度变成零 这个是另外一个点 也就是说我们感染曲线的 一阶倒数等于零 也就是说突然这个车 它不但失去动力了 而且它最后停下来了 OK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 即使你车失去了动力 它还有惯性 它还可以往前面自己 还可以通过惯性往前面 前面移动 但是到了某一个时间呢 这个车它速度变成零了 这个时候呢 就是我们真正非常非常关心的 一个拐点 因为往后以后呢 你的这个感染的数量 就会慢慢下降了 最后呢就会 最后就会 就是有到了这个 疫情结束的情况 所以这个第二个拐点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就是说一个 一个关心的这个点 我们时间点 我们想把它就是 能通过人把估计出来 就刚才我讲的 就是讲我们这个感染曲线的 一阶倒数等于零的地方 要把这个点给它抓到 好 好